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情极锦长歌行中有一位名医叫孙思淼 当阿什勒因师部队的人的瘟疫束手无策的时候 孙思淼看了一眼便知道如何去对症下药 当时大家都惊呆了 但是孙思淼说了一句 世上只有无效之药 没有无治之病 迷你鼓励 活着才是大男人 死了就成死男人了 魏淑玉虽然很自以为是 但是好都被李勒烟扇巴掌时 这段话很经典 人不是为了负命而活 也不是为了功劳而活 而是为了自己觉得值得的事情而活 我也是明白的太晚了 所以才失去了长歌 三 当然长歌行中 最多也是让大家印象最深的 还是搞笑台词和剧情 比如长歌行中大唐名将李靖 见到吴磊饰演的阿什勒笋之后非常欣赏 但是阿什勒笋从爱情大于事业 所以当得知迪丽热巴饰演的李长歌 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 他宁可抛弃李靖要送给他的兵法名著 李靖为之深感触动 不问世事的他 专门跑过来营救阿什勒笋 但是台词却特别搞笑 我相中了一个徒儿还没怎么交念 不能就这么折了 刘雨宁饰演的号都也特别搞笑 和赵露丝饰演的李乐烟闹别扭时 好都会委屈 后来魏书玉喊号都让他替公主坐视时 好都居然傲娇的走开 不搭理公主 表情特别可爱 当然最后还是好都主动低头 他对李乐烟说对不起 李乐烟却反过来傲娇的说 就算长歌没事 我也不会原谅你 长歌行中吴磊饰演的阿什勒笋和舍尔 有一段对话也特别搞笑 舍尔问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小时候总是为了一些踩头而互相比赛 阿什勒笋表情淡漠的回答说 不记得了 但是小可汗舍尔的回应特别逗 居然轻蔑地歇了一声 还真不是舍尔的风格 差点让观众出剧了 大家觉得长歌行中 还有哪些比较经典的台词或剧情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